我生生世世孝顺师长生人 而且愿生生世世能够得益好的善知识同学 好的师父 能够经常教我们大乘的经历 特别是成佛的次第 十发曲十长养师金刚十地 使我能够开解 然后来利益众生 如法修持坚持佛戒 所以各位这次受的菩萨戒叫什么戒 佛戒 成佛的乃至千佛的戒体叫佛戒 所以临舍生命 念念不离开受佛戒 发菩提心 所以若一切菩萨不发是愿者 如果你不发这个愿 那你就犯了菩萨清果戒 所以一定要发愿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那哪里去找善知识呢 你只要发愿了 那这个佛菩萨就会加持 就会安排 你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善知识 而且引导我们如何真正的去修行 第三十六 第三十六 不发是见若佛执发是十大愿意 执佛境界 做事事业 您以此身 妥自然蒙火 大坑刀山 终不悔患三世诸佛经历 以一切你人做不进行 不做事业 您以热铁罗王 千从周扎缠身 终不以破戒之身 受于信心弹月一切衣服 不做事业 您以此口吞热铁丸 其大流蒙火 经百千节 终不以破戒之口 食于信心弹月百味饮食 不做事业 您以此身握大流蒙火 罗王热铁地上 终不以破戒之身 受于信心弹月百种床作 不做事业 您以此身受三百磨之身 经一节二节 终不以破戒之身 受于信心弹月百味衣药 不做事业 您以此身投热铁祸 经百千节 终不以破戒之身 受于信心弹月千种防射物载 圆灵田地 不做事业 您以铁水打碎此身 从头至竹 令如围城 终不以破戒之身 受于信心弹月恭敬礼拜 不做事业 您以百千热铁刀磨 挑起两目 终不以破戒之心 视他好色 不做事业 您以百千铁锥 缠斥耳根 经一节二节 终不以此破戒之心 听好人声 不做事业 您以百千锦刀 各取其笔 终不以破戒之心 贪秀珠香 不做事业 您以百千刃刀各断其舍 终不以破戒之心 食人百味进食 不做事业 您以力不斩破其身 终不以破戒之心 贪着好处 不做事业 愿一切众生 惜得成佛 而菩萨若不发誓愿者 犯轻构罪 我想这里面比较容易懂 就是 千万不能破戒 所以来接受各种的供养 也千万不要满足自己的 所谓里面叫眼耳鼻舌声 得欲望 所以 而 去看 去接触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只能你自己知道 比如说 我们去吃自主餐 哦好吃好吃 完蛋了 你已经伤了菩萨戒 不是好吃 我们是为了 度众生 认定对方欢喜 陪他吃好吃了 了解吗 自己就随便就好了 是为了横顺众生 所以给好吃的 听好听的 就像现在拍了很多动画片 制造很多佛教音乐 不是为了满足他的感官的欲望 是 借由这个可以 借由这个 是 你的动机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就像有一个菩萨问我说 受了菩萨戒 可以跟先生一起睡觉吗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什么不可以 他不可以 你要怎么办 但是你不能是因为欲望 你只能说 我 用我的身体 陪先生 可以啊 度他 先去拜个四十九拜 再来陪他睡觉 希望他得到我的功德 对不对 先去吃素吃得很好 嘴巴念了很多地上经 清理一下 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的动机不是为了 所以这个菩萨戒讲的是心态 声闻戒讲的是行为 但是这里面就是 你要以菩提心去做这些事情 而不是说断除 不是说断除 那你自己要评估好 所以你今天已经受了菩萨戒 不是不跟你先生 在一起 而是你要一个 以这个方便去度你先生 可以 你自己没有这个欲望 对你来讲 爱情已经不重要 而慈悲才是重要 你可能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去度你的爸爸 跟度你的先生 或度你的太太 那可以 这个对你是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如果你去想到世间的爱情 你会觉得压力很大 就像各位你去上班 你是为了钱去上班 你一个受菩萨戒的人 会侮辱自己 要是吗 但是如果 藉由上班 你接触了公司人 跟这么多客户 可以把因果轮回的道理 告诉他们 然后钱 只是你一个生活方便 其他的你可以去上功下施 那你就超越了 那是菩提心 这是你要自己放在心里 而且要把这些成为你的愿 像这里面写的是古时候的 发的愿 跟现在人接触的人事 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你要教我们 不是光这几条愿 而是要针对你的情况去发愿 比如说你 你现在有一部很贵的进口跑车 进口跑车 那怎么办 那你要发愿了 我开了这一部 进口跑车 当愿众生开的车都比我好 见到我的车 如看到净土而得到我的功 你要开始一直发愿 而不是去享受这一部车的高贵 流线型 起傲慢心 就是说你要转念 而且要把它成为你的戒律 互作誓言 不然后面还要发挥 宁可割 割我的舌头 割掉也不要去吃好吃的 对不对 以破戒之心去贪着好的味道 所谓破戒的意思是说 自私的叫破戒 舍弃众生只想照顾自己解脱的 叫破戒之心 那都不能有 三十七 第三十七 贸难游行戒 若活直 长印二时头头 东下作禅 节下安居 常用阳之 照斗三衣 平波作聚 西藏 香如莲 入水囊 所经刀子 火碎 镊子 神床 经历 佛像 菩萨行下 而菩萨行头头时 即有方时 行来百里千里 此十八种物 常随其身 头头者 从正月十五日 至三月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 至十月十五日 四二时中 此十八种物 常随其身 如鸟二翼 若菩萨日 西学菩萨 半月半月 常菩萨 诵十众 世十八清戒 若诵戒时 与诸佛菩萨 行向前诵 一人菩萨 即一人诵 若二人 三人 乃至百千人 一一人诵 诵者高作 听者下作 各个批九条 七条 五条 加沙 若结下 安居时 亦应一一如法 若行头头时 末入难处 若二国界 若二国王 土地高下 草木深邃 狮子虎狼 水火疯难 即一劫贼 道路毒蛇 一切难处 西不得入 侯陀行道 乃至下座安居 世诸难处 皆不得入 若固入者 犯轻够罪 那针对我们出家的人 佛陀很希望我们修苦行 以这个苦来生起出离心 来消除自己的爱人 来修悲心 所以他叫我们 在这个二个时间 正月十五 三月十五 八月十五 十月十五 因为印度按照那时候的时间不太一样 然后头头行 要带着这些东西 经常送戒 当然送戒 各位以后最好有送戒法 会一个代表 念的标准的 坐高高的 然后大家听 大家听 听的时候就是在反省 一直反省 但是虽然你行头头行 千万不要伤害到自己的生命 有危险苦难的地方就不能去 因为你把你生命弄糟糕了 病了 死了 那对菩萨道没有帮助 头头行是在征服我们的 因为你要行菩萨道发菩提心 就怕你有一个我质 懒惰 怕苦 所以你要故意这个来修 只是我师父给我说 现在的头头行比苦受更苦了 现在的社会困难很多 纷纷扰扰很多 状况很多 自己随时保持在这个状态 那如果你要真的是这样去做 现在 因为现在社会环境 超过古时候的复杂了 所以就要看因缘吧 好 我们从38就 我看就不解释了 再念下去 后面就 好吗 念到最后哪里不是很容易了解 我们再解释 好 开始 第三十八 乖尊悲赐续节 若佛子应如法赐地坐 先受戒者在前坐 后受戒者在后坐 不问老少比丘比丘尼 贵人国王王子 乃至皇门奴妃 皆应先受戒者在前坐 后受戒者赐地而坐 莫如外道之人 若扰若上 无前无后 若无赐地 如兵如知法 我佛法中 先者先坐 后者后坐 而菩萨恶不如法赐地坐着 患轻构罪 第三十九 不休福慧戒 若佛子 常应教化一切众生 建立身法 山林田园 立坐佛塔 东下安居 坐禅处所 一切行道处 皆应立之 而菩萨应为一切众生 讲说大圣经律 若疾病 国难贼难 父母兄弟和尚 阿舍离 亡灭之日 即三七日 四五七日 乃至七七日 亦以讲说大圣经律 摘会求愿 行来至深 大火所烧 大水所飘 黑风所吹船房 江河大海 罗刹之难 亦应读诵 讲说此经律 乃至一切罪报 三报七逆八难 丑血枷锁 谢父其身 多饮多生 多于师 多疾病 皆应讲此经律 而心学菩萨 若不而者 犯心够罪 如是九戒 应当学 尽心奉执 谈谈品当说 必适时 简折受戒戒 若佛子 以人受戒时 不得简折 一切国王 王子 大臣 百官 比丘比丘 比丘 比丘 姓男 姓女 迎男 迎女 十八 梵天 六玉天子 五根 二根 黄门 奴悲 一切鬼神 尽得受戒 因教神 所酌加沙 皆以坏色 与道相应 皆然 使青黄 赤黑 紫色 一切染衣 乃至 卧具 尽以坏色 身所酌衣 一切染色